MP30-2型馒头机 用途 主要用于食堂、面食加工单位加工馒头 结构特点 1. 书面部分采用专利技术 角龙轴、悬臂式可拆卸机构 清洁、方便 2. 成型采取盘式成型法 对面团揉搓均匀、层次清楚 3. 切刀部分采用专利技术 不露面、动作灵敏可靠 4. 整机采用立式结构 占地面积小、移动方便 使用方法 1. 有无异物 接通电源、简单 平盘转向与标识是否一致 2. 在吊轮上方向小面粉斗内加入面粉 将面团切成条状 从料口投入 面团经角龙、出污 切刀便定面块落入成型盘 成型后抛出 3. 撑凉后调节大小 烧松活动架上的螺钉 推拉活动架即可调整 4. 加工一颗的馒头 需要更换成型盘和前盖 5. 推荐面团含水量 1. 比0.35至0.45 6. 如果在使用过程中 切刀不慎切到前盖出口或其他硬物上 引起切刀与刀轴的镜向错位 停车后将刀盘的顶丝漆松开 3. 转动切刀 使切刀上的箭头与刀轴上的箭头对齐 拧紧顶丝 如故障仍不能排除 打开脚龙体 4. 适孔盖 用将离合爪四拨至分离处 转动切刀八 使离合爪螺旋面最高点 与调整螺丝的转动套接触 此时切刀刚好压在活动架九上 并且与前盖六之间的间隙 应以切刀切不到前盖出口为宜 4. 转动切刀